看一下采购指数的时候 这边上面会增加一本 这边会增加一本 那增加一本的话上面就会数字为了加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card的size会增加 主要那个清单里面有东西进去嘛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样点击的时候 有东西会进去 这边的话必须要第一个建立一个by.servilator 那servilator的名称 这个servilator的这一个view 我名称叫做by.do 所以将来的话我在传递参数的时候 这边我邮标方上面各位可以看到 在它的右下在它的下方会有个什么 就是指向哪里 by.do 然后一个问号book等于java 那所以我将来点击之后传过去的话 那就是把什么 把book这个参数的里面的词抓出来 写入到哪里 那个list里面去add一笔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在by里面 所以建一个by里 然后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那个参数里面 book里面的参数 抓出来 放在那个book的这个自传变数里面 所以呢 如果点java 那丢过来就是一个java 对不对 就是book等于java 那java就接收到 那再来的话 就是判断一下如果里面不是空的 这个我想没有判断好像应该也不会错过 因为基本上一定会有资料 然后呢 那在接下来的话建一个session物件 那这个session物件要做什么用呢 那session物件就要把那个购物车的 购物车的那个半型物件抓回来 那个array list抓回来 然后呢要做什么动作呢 做一个动作 就是呢 把这个购物车里面的这个 这个list抓回来之后的话呢 然后再放在哪里呢 放在list 这个范形物件里面 然后名称叫card 就是session里面有一个 那我把它抓回来之后呢 然后最后记得就是说呢 再把这个card里面 如果要增加一笔 非常简单 用add就可以了 那再把book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 比如说java 就再加进去 加进去的话呢 那个半型物件里面 就会增加多一笔 OK 多一笔之后的话呢 那最后 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那点击之后 如果它再回到 原来的shipping 里面的话 那就直接怎么样 respond.send.rederate 有没有 然后直接再把它打 因为再加一笔的时候 然后还是要回到主画面 就是shopping.view 所以呢 我就让它再转回去 OK 那所以 user感觉好像 诶 怎么没有动作 基本上是有的 基本上是有的 当然这个地方 你当然也可以改写 一般购物车 不会这样点点点 通常就是让它一个 下拉选单 所以你也可以 是不是也可以改写 下拉选单 它要几笔 旁边有个发展 按下去 所以就会有几个 在上面数量会变更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再 把这个范例改写之后 再试试看 对 这个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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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ublates 大概是这样 主要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把它从 session里面把它取出来之后 再add一笔进去 所以主要是这个地方 最后再把它转回去 就会感觉好像没有跳到别的页面 但是上面的这个数字会增加 最后购物车 我们最后假设已经加进去了 基本书 最后要怎么样可以列出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里面包含什么 一采购基本书 这个一采购基本书很容易 因为前面已经有cut点 size ok 比较困难的是说 比如说我点了 serverlates jsp 这本书 然后不是会增加一个字串进去吗 那点几次就增加几个字串 你要怎么统计出来 比如说我到底里面有几个是 serverlates jsp的 那你就不是说 比对一下 几笔你要把它计算出来 当然方法很多 你可以跑回圈然后去count 或者是什么方法都可以 但是这边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叫map 我们叫collection物件 collection物件 collection物件里面有map 对那个java的后面的collection 这部分熟不熟悉 基本上当然我们list 是一个清单 可是collection的话 map它是可以做成什么 两栏式的 就是说一栏可能是数量 一栏可能是里面的内容 那可以用两栏式的方式把它分开来 比如说一本书它的数量多少 你就可以统计 这个 它的session有没有存在 如果它session里面存在的话 那就 就不要 就直接执行底下的程式 如果不存在的话 就把它调回去 因为没有session的话 它等于是非法 直接进到这个页面 所以通常我们在撰写 程式的时候 会先判断有没有session 不然的话没有办法看到里面的内容 那再来的话呢 从哪边呢 从session里面去 把card的这个list的清单把它抓回来 看看点了多少个 一定会有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呢 我们就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card里面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list的一个范形物件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把它当成card 所以card里面就是一个清单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map 这个是一个collection的一个 一个物件 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里面的话 很特别 就是说我们上面list 只能放一个street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放一个street 加上一个integer 就是说呢 可以放字串 加上一个整数 的一个books 它是一个map 它是一个清单 各位可以从utility里面 utility的这个套件里面 可以找到这个map的类别 ok 那里面的话呢 new 一个一样也是一个hoshmap 就是建一个hoshmap 里面也是放什么 street 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integer 把它放里面 ok 这个部分的话是宣告一个map出来 那map就是我们的book 那book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跑一个围圈 这围圈呢 分别把资料分别放进去 那放到哪边去呢 放到book里面去 就是后面的话呢 是把这个清单 把它丢到book 为什么要丢到book呢 因为呢 我们这边 需要去计算它的数量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这边会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number 这个number 数量部分 然后呢 预设值给它1 那也就是说 我们content key 这个key的book 里面呢 我们抓出来第一本书 假如说它 这个book.content key 第一次比如说 抓入的是一个java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它累加1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put到那个 我用book里面put book book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 比如说java 然后number的话 就是几本书 所以最后呢 如果有相同的话 它就略过 就是 有相同的话就是加1 比如说java 就把它加1 这个servlet 与这个jsp 就加1 所以最后的清单里面的资料呢 就会是哪一本书 它有几本 哪一本书有几本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找到这本书 它总共的数量有多少 所以这边的话 就把书 这里面的购物车里面的清单 抓到book里面 然后呢 再去计算说它的数量 那最后这个取得的 就会是 我们的哪一本书 它有几本的 ok 那有哪一本书有几本 那最后的话 秀出来就非常简单了 所以最后呢 我要秀出来就是 哪一本书有几本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秀出来 所以最后面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版型给排出来 那这个是一个table 上面是 已采购几本 那底下有个table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底下的html 就是哪一本书 已采购几本书 就从这边 采购几本 就是card size就可以了 那底下的话呢 我们就是 再把什么呢 再把这个表格 给跑出来 这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的话 我们跑回圈 先一个图 再购几本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呢 for 然后呢 从book里面的key set 里面 再去把书读出来 读出来 读到book里面之后的话 我们就有个tr tr就是一列 对不对 然后把图放进去 那图的名称 刚好名称 比如说java 那刚好 在image里面的图档名称 就是java.jpg 就是书的书名 对应到一样 所以我直接可以放这张图 然后呢 它的数量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从book.get get从book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取出来 就是几本书了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key跟value 我们 放进去的东西 number数量 它会帮我把数量带过来 那我们就可以 get回来之后的话 这是一个key 后面是一个value key value的架构 所以book里面 它的数量多少个 就可以怎么样呢 就可以直接取得这本书的总数量了 然后跑第一个回圈 就第二个回圈的话呢 就是key set里面的话 第一本书java 第一本书是service.jsp 抓过来 然后把它秀出来 第二本书的话呢 我们第二本书是这个jquery 那就把jquery的话 再把它抓出来 然后呢 去check说 它里面的book 先取那个get的id 然后再去把number抓回来 秀出来 第二本第三本 那最后看到的结果呢 就会是像这样子 ok 不过如果说 你对于那个map的类别 不熟悉的话 那你也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别的方法 那不建议一定要这样 你这个地方主要就是 把数量算出来 就是那个清单里面的数量 算出来之后 要把它秀出来 那当然有简单的写法 像这个是最简单的写法 我们可以用一个map的方式 有一个stream 哪一本书 它多少数量 对不对 就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不会用collection物件的话 那你也可以用别的方法 也ok 就是说 当然用collection物件 会精简很多 你会发现很快的 它很快的 帮我把它统计数量出来 并且放在哪一本书 哪一个数量里面 那最后可以秀出来 我想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最后看到的结果 就会类似像这样 这是购物的结果 所以 主页 是像这样子 采购几本书 就是这样 ok 那至于里面的程式 我想不屈 各位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那版型也不见得 一定要排个这样 主要是程式部分 那有空的话 再把那个版型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到哪儿了 我看到的 好 好 好 谢谢